应该是这样 开始了吗 嗯 开始了 应该是开始 还用换备安号 好了 还是好了 我已经好了 还是可以 可以打招呼的时候 可以 哈喽大家好 哈喽 我是志文 今天呢 我以饭团的身份前来报到了 我要去参加 新同事的晋级挑战了 嗯 刚吃完午饭 今天这个局还没来得及追 12点刚刚 哦 备安号有点儿挡脸 哦 备安号挡脸 嗯 稍微动 这样 关闭将清空公告内容 是否确认关闭 确认关闭吗 那不管这个 哈喽大家好 你可以往后一点 嗯 好 这样 这样 我们也能看得清 嗯 今天是我们 今天是我们的漂亮粉团上线了 嗯 下面就要接受 给你的挑战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 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墨浴小考 嗯 然后现在有个新词 叫开学西渔舍 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 所以大家特别喜欢用这个词来 想象一下自己的开学生活 那我们现在就要考验一下这位妹妹 首先要用食饭团的开学新人设 来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舍利 第一种就是 如果我是老师的话 或说 食饭团你来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 你会怎么说呢 我现在来演饭团了啊 哈喽 同学们好 都不用我再自我介绍了吧 大家都应该认识我哈 然后呢 新的学期大家一起好好加油 好好努力 嗯 顺便感觉回到了这里有那个味儿了 那边霸气的一个小饭团上去 OK 那老师现在要留下一个想象 我们先去去学习小组了吧 食饭团你想好跟谁组队了吗 组队的第一人选呢 肯定是光棍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俩还是要一起进步的 在这方面不能缺少它 嗯 白海川的话是个学霸 应该可以带我们 嗯 嗯 宣子贺和郭布丽 他们俩学习其实挺仇人的 嗯 就把他们俩也加上吧 嗯 现在全是男孩 再加一个林叔 林叔跟我关系很好 我们俩在一起应该也能互相进步 互相督促 嗯 而且林叔在宣子贺学习应该也能进步 嗯 陈木光数学挺好的 我文笔还不错 白海川也是个学霸 嗯 大家在一块应该都挺好 嗯 嗯 对 大家还是要一起进步的 嗯 女英雄 嗯 女英雄 因为当时 呃 王老师嘛 他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 不让我们参加艺术节比赛 这个时候呢 饭团他第一个站了出来 举手说 他要去报名参加艺术节比赛 嗯 其实他并不是说特别擅长舞蹈啊 或者唱歌艺术方面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去勇于挑战 呃所以宣子贺当时第一个当着全班的面说 啊饭团你真是我们的女英雄 我觉得这样饭团的形象能够更加的伟岸吧 嗯 那下面也是一个 不亏是你英雄 嗯 英雄 今天有个五大美德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流行的 那如果 嗯 这碗大美想想一下 十段头儿和陈无光的五大美德的话 你会用每个五 每个五个前后提来前后的两个角色呢 呃 饭团的话 美德就是 爱吃 爱睡 嗯 文笔好 往后点 爱吃爱睡 文笔好 呃 勇敢 嗯 嗯 直接 直睡 嗯 陈无光的话呢 嗯 数学好 幽默 嗯 嗯 仗义 真诚 嗯 气氛担当 哎 这个镜头 一个备案号可以指榴一下数字把钱的那些东西去掉 让人的组档点 点开 点开 点开它 然后删掉就可以 指榴文 指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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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起大家 手机跳了 对不起大家 手机跳了 我摔 没有摔坏 没有摔坏 谢谢 谢谢 那下一款 下面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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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吟成 上一个星宏市 对你留下了挑战和提问 那么上一个星宏市 是王贵瑞小吟人 在里面的挑战是 用家乡画案件上 以来不仅说 四个以上方言 那么B站就好了 准备好 来 嗯 展示 小姐 我是杨志文 我是北京的 北京海淀的 妈妈是重庆的 重庆话是这么说 吃饭叫吃饭 鞋子叫孩子 谈恋爱叫刷朋友 干什么叫做摩子 结束了 说的还专业吗 非常专业的一个小方言 因为我妈妈是这么说的 平时她经常会跟我姥姥姥姥在家里打电话 然后就会说重庆家乡画 所以也算是五分的手吧 对重庆话有 所以你是都能听懂吗 比如说重庆话 都能听得懂 但是自己说重庆话 可能就有点像 外形来的 人家说像 就是外国人家重庆的混合口音 好的 那我们的提问就是 这个王后人跟你认识的提问是 在他演过的剧里的角色最喜欢哪个 那你认识王后人小姐姐吗 嗯 没有见过但是认识 嗯 知道他之前在 看过他知否的 圣华兰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特别的聪明 知书达理 在戏里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然后他的古装扮相也特别好看 是的是的 有一个抖音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一条是叫表哥抱表弟 我说了五遍 然后结果嘴瓢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留给下一位新同事 作为他的晋级挑战任务 也是连续说五遍表哥抱表弟 嗯 然后 嗯 当长路吧 就不要不要提前准备哦 嗯 ok ok 一个非常简单的挑战留给了一下 然后大家都说 感觉真的回到了 看过那个视频 感觉回到了年初 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那你给他留一个什么问题的 还给他留什么问题呢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你 呃 参演过的作品中 摄演过的角色中 呃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吧 嗯 为什么 嗯 好的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传续下去 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叫用不同的方式 打开追着彩虹的我们 因为不知道那个文剧部间 的网友朋友们 我们都还没有看过对部剧的 在我们剧名中 我们的视像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呃 热爱文学的一个 学生 然后他也可以称他为大文学家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本团的收牌 是要你根据剧里面的角色成功 无关实况方面 能创作喜一个 来进行自由的改编 那我们给你五个这种风格的选项 第一个是你韩剧的方式 打开这部剧 第二个是小时代的风格 第三个是职场剧 第四个是加油儿女的风格 第五个就是那种狗写家庭伦理剧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开始我们大文学家 示范图的收牌吧 好 那我就选韩剧和家庭伦理剧吧 我记得以前 已经开始吃饭了 以前 嗯 一边放一边聊吧 嗯 陈木光和食饭团 因为一场车祸相遇了 陈木光是富家大少爷 嗯 开着车 嗯 经过了红绿灯 那天呢 心情不好 不小心撞到了骑着自行车的食饭团 把他给撞倒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斗嘴吵架 哦 往后点 两个人斗嘴吵架 然后呢 陈木光说 你把我的车车给蹭坏了 你要赔我钱 然后示范团说 你讲不讲理啊 我这个在人心横道的走路呢 嗯 你过来干嘛呢 然后 然后陈木光说 嗯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以前看的很多偶像剧 都是这个剧情 狗血剧情 对没有看红绿灯 然后呢 这是他们的初次相遇的 这么不了了之了 嗯 然后紧接着 过了一个礼拜 示范团 去大公司面试 这个是 嗯 高中毕业版示范团 然后结果不小心这个上司吧 是陈木光 然后 然后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相遇 然后他变成了陈木光 在电梯里 然后示范团呢 差点会差点迟到了 去面试的路上 然后不小心吧 他带了一杯咖啡 撞到了在电梯里的这个陈木光 然后两个人第二次吵架 然后他说这人讲不讲理啊 这上一个面试来的人真是有毛病 然后结果 当他到了那个面试间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上司陈木光 那陈木光呢想刁难他 就把他留了下来 然后 然后对 就进公司了 这个也比较熟悉哈 这个剧情 嗯 之后呢 他们俩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然后呢 慢慢的对对方产生了情愫 嗯 就突然有一天呢 陈木光又出车祸了 失地了 这个时候 对 助理来了 好那我就编一个助理 嗯 陈木光的助理呢 叫魏可欣 魏可欣呢 就喜欢陈木光啊 然后他 特别难过 然后觉得陈木光喜欢吃饭团了 然后呢 结果就趁陈木光失忆的时候 趁虚而入 嗯 同时白海川守护在了 石饭团的身边 嗯 然后白海川和石饭团的相识呢 是 嗯 白海川呢 也是一个富家大少爷 嗯 就同在戏里的性格一样 嗯 比较的温柔 哎 再往后脸上 嗯 然后 他们举行了婚礼 嗯 然后呢 婚礼当天 嗯 白海川一个人在墙角 看着他们俩 默默的流泪 哭泣 嗯 嗯 开开心心的举行婚礼 嗯 嗯 然后 现在 在 不是 这一篇 这一篇 这一篇讲完了 一个 一个 脑洞很大的故事给到大家 感觉 感觉出来了 这玩意儿跟我们平时都是在跳偶像机的海洋里 哭了 以前看了好多好多 每个点 融入了每一个 那个寒净的 好点 然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准备了一个BGM 然后 你要说哪一个 哦 叫 回家的诱惑的BGM 哇 回家的诱惑 因为时间有限就再编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嗯 嗯 魏可欣过来安慰白海川 嗯 他们四个就陷入了这种 对 插势南非 他们都插势南非 然后 嗯 后来才得知 嗯 陈木光和白海川报错了 嗯 他们俩其实是男生兄弟 嗯 但最后 嗯 对 依旧没有影响到他们 嗯 呃 饭团和陈木光深的感情 嗯 他们俩依然走到了最后 结束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 然后大家在当目的也都是 跟你 就是 跟你一直在追记 所以你就接受了一根黑色了 非常狗血的一部剧 好的 好的 非常厉害 果然是我们的大文学家十三团 不愧是你 大家说 嗯 家庭伦理剧可还行 说不定哪位编剧老师就开上文剧本的另外点评语吧 找我吧 我来当编剧 好的 好的 那我们之前终极的一些我们观众朋友们就有一个提问 然后需要我们什么来进行一下回答 嗯 那你可以起来 嗯 我现在拿到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把它念出来 嗯 嗯 嗯 你认为追着彩虹的我门里最明场面的情节是 嗯 我印象很深刻的应该是今天播出的 我和陈木光去拍大头贴的这场戏 嗯 因为我觉得很卡哇伊 两个人特别可爱 嗯 还有 嗯 嗯 我们俩在雨棚夺雨 其实拍摄的那天 是正之九十月份 呃 怀远其实特别的暴晒 大家可能看着在电视里面 嗯 屏幕前看着觉得啊 这两个人在这一天出去玩了 哇 好有氛围感 好威心啊 其实拍摄当天我们俩 就真的是 拍完那一天两个人都晒黑了两层 两层皮 感觉晒黑了两圈 然后我们俩去了玉米地 然后我还不小心被那个树枝给划破了 嗯 但是虽然就是拍摄的过程 其实是 都会有一点辛苦 但是 最让我难忘的确实也是这一篇 如果用一首歌来作为陈木光和时范团的主题曲 会是什么 嗯 彩虹一画和追着彩虹的我们吧 嗯 他写的就是陈木光和时范团的故事 大家可以从歌词中猜到我们的故事 演绎这个角色最难演的一场戏是什么 嗯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吧 看剧的都看到了 我和白海川在礼堂两个人跳的双人舞那场戏 嗯 在礼堂 给那一场戏 对双人舞看到了大家说 嗯 那一场戏其实大家也准备了挺久的 剧组特意给我们找了老师 在怀远租了一间教室 在没有拍这场戏之前 我们拍完戏收工之后 只要有空余时间 两个人都会去排练听跳舞 一起去练 主要他还不是说 嗯 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去 把这个舞跳好 需要两个人一起配合好这个默契 当时我们俩都还挺紧张的 也很期待这场戏最后的呈现 嗯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陈木光有一场戏 是我们俩在旅馆 那天白海川也来了 他趁我们俩在拍摄空戏的时候 就来找我们俩练舞 所以我们仨都是在一起练的舞蹈 嗯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其实自己还算很满意的 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 评价一下陈木光和食饭团的这两个角色 说出你心中距离最甜的三个瞬间 嗯 最甜的三个瞬间 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大头贴的情节 嗯 哎 还有 两个人坐在 石阶上 互相倾诉心意 这个还没有播到 所以就不剧头太多了 嗯 还有就是 也是跳舞的情节 饭团梦中梦到的陈木光 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这场戏 哪一种大家印象深刻瞬间记住的方式 哦 用一种让大家印象深刻瞬间记住的方式 安利一下追着彩虹的我们这部剧吧 哦 这个有的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部剧是 竹马和天降的 天降的大战 嗯 其实 竹马和天降也很好嗑哦 不知道你们看剧有没有这种感觉 他们俩那场电影院的戏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食饭团应该默默的走开 对吧 我也是 我也磕疯了 青梅竹马 日久生情和极限拉扯 互相救赎 你本人更喜欢哪一种 嗯 我本身个人肯定不会像食饭团刚才 编那种狗血剧情一样 我比较喜欢双向奔赴的感情 嗯 直接一点 不太喜欢 虐来虐去 这样自己会特别难受 也不喜欢第三方的介入 有人默默深情守护你 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 就两个人一起互相温馨的陪伴 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最近有没有在课的CP就是 饭团陈木光 陈木光白海川 哈哈哈哈 饭团白海川 认为食饭团陈木光这对CP 最吸引人的性质是什么 嗯 操一遍 嗯 嗯 他们两个从而一起长大 互相信赖 互相 依赖对方 而且两个人 住得很近 只隔着一道墙 像我是独生子女嘛 其实我很羡慕他们俩这样的生活 对 互相陪伴的成长 因为有的时候自己会觉得 嗯 就是独生子女可能还是偶尔会觉得 哎有点孤独的瞬间 会有 那我都会去跟朋友啊去分享 那像饭团和陈木光他们两个人 嗯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哎 挑一点机器啊 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嗯 敲一敲一敲窗户啊 就能到彼此 就是能够安慰的地方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友谊 嗯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看剧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看弹幕 我觉得特别难过的一点就是 你们俩误会能不能赶紧成亲啊 你误会完他好不容易解开了 和好了 刚和好两分钟他又来误会你 自己也会很郁闷 其实跟你们出去的心理是一样的 嗯 对熬子依的初印想 现印想分别是 嗯 刚见到子依的时候 是在 化妆间的时候 我们俩订装 因为我本人是属于那种 一开始见到别人会有点紧张 腼腆嘛 然后我以为他也会是这样的人 但初印想确实以为是 他穿一身黑 带了一个黑帽子 已经到化妆间了 对我当时以为会不会很高了 结果发现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多虑的 嗯 他很幽默 特别喜欢盲者荣耀 所以就是只要他一聊到游戏 画匣子立马就打开了 然后他特别喜欢狗狗的表情包 然后我们俩私下比如说斗图啊 就会经常用表情包来交流 嗯 一下就能拉近距离 加上我妈妈是重庆人 对他在家里刚才我们说了 经常打电话就说重庆家乡话嘛 然后呢子役有的时候他 就是说话也会说自己家乡话 就能觉得哎有种老乡的感觉 嗯 然后他就是 经常在现场就说 就是强啊就是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看到花絮 就经常会说这句话 然后他说那个 哎呦我哎呦我 导致现在有的时候我说话 我都有点喜欢带这句口头长 大家都说你和熬子义两个人 动俗都很像狗狗 说你俩是修狗小狗CP 对此你认同吗 你觉得你俩分别像什么种类的狗狗 嗯 认同吧 嗯 比熊吧 都是属于那种 小圆脸圆圆的眼睛 比熊应该会更像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嗯 二哈 四 大家本来以为追着草弄我们 是那种青涩的 校园初恋的感觉 结果播出后完全没想到 是一个喜剧 嗯 有很多非常搞笑的情节和台词 现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节 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 我跟白海春和我陈木光 其实戏里很多群像的戏 能勾起我很多的回忆 比如说和林书两个人 在 哦对大家还没有看到我们 在录影的时候啊 会讨论自己 喜欢的男生 知道你们有没有 以前有没有讨论过这些 嗯 我可没说喜欢谁哈 只是讨论这个话题 对 也会讨论自己的人生 然后大家一起 嗯 坐在草坪上 一起去野餐 吃蚕子玩吃些话大冒险 都会有吧 还有密室逃脱 那像我本人呢 密室逃脱是会是那种就是 滑水摸鱼的那种 智商确实不太够用 不是看着别人在那里解密 然后跟着就完事了 嗯 剧里有一段是和陈木光在和肥商上 怎么隐瞒形成的可的姿势 啊就是这个 非常可爱 耶 可不可以现场重现一下 哎 刚才好像重现过了 再重现一下 这场戏呢 其实是 嗯 我们接近沙青的时候 快拍的 所以两个人默契值已经很好了 那这个OK的姿势呢 也是他现场想出来的 然后我就直接反馈给他了 两个人也觉得 符合这场戏的情境 都用不上了 嗯 而且这个点其实特别可爱 大家都觉得 那种可特可爱 还是有很多这种 嗯 临时想到的这种小菜单吗 嗯 即时性的表演这样子 对会有 比如说 嗯 我吃素碗 这这素素碗子 这场戏 嗯 其实 拍到我吃完差不多 好像剧本上就没了 然后后面的戏 就是我俩自己家的 然后他 然后呢他就说 嗯 好吃吗 嗯 我觉得不好吃 不好吃 这个也都是他自己家的 然后加上 嗯 我就说那不好吃你别吃啊 等两个人即兴 默契直到 这演出来了 嗯 但是这些点真的都是让我 这种看了剧的人 就明天很深刻的点 所以你们两个人想发挥 还是有这个默契在 嗯 可以的 还是不就一定要符合情境 要问导演就该说我了 OK 那我可以继续 嗯 嗯 作为校园题材的剧里面有很多 体现了现实的情节 比如实范团因为生病被同学误会被大家孤立这种现象 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嗯 其实我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没有太多被人误会的这种情况出现 嗯 大家会有吗 太过于优秀了才会孤立是有这样的学生 当时我们班里也有这样的学生被孤立 那我 我反正是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嘛 好朋友肯定是站在自己身边的哪一个 食饭头还有成目光 嗯 我有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 在这种时候他们肯定是无条件相信我的 嗯 不会说去因为别人质疑你怎么样他们也来质疑你肯定是不会的 嗯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在意那些 就 你不关心人的眼光 没有必要就真正懂你的人 你的好朋友懂你就够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嗯 去交到好朋友 因为食饭团也是在好朋友的鼓励下挺过来的 嗯 包括我之前也看过 嗯 悲伤逆流程和少年的你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嗯 肢体暴力就能对一个影响人 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有的时候谣言啊 言语上的伤害 其实也能伤害到一个人的内心 嗯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朋友的帮助 能帮你挺过来 嗯 嗯 嗯 分享一下自己在以下主题情境中的歌单 夏日第一个 夏日的话 嗯 夏日的话 嗯 周杰伦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给大家哼一下吧 因为他说了每个主题任选一首分别唱一段 嗯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蓝星空 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 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 啊这个城市多了一个伤心人答对了 等你下课 嗯 雨天 雨天的话陈一训的 嗯 应天快乐的 也要唱一段 听天说什么 在火岸中的我 想对这天奖 阴天快乐 阴天快乐 睡前 睡前 轻音乐比较多吧 就不会放太多有歌词的歌了 运动的话喜欢听Blackpink的歌 让自己燃烧起来 充满动力 这个就不给大家哼唱了 自己的能力有限 可循环也是五月天的歌吧 还有汪苏龙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首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每年夏天五首都会去听 叫给大家哼一下 你还有遗憾吗 你敢不敢回答 有谁一年生下 会后人想我吗 嗯对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还有五月天的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人说喜欢 有人说听过 适合夏天 对我发现我喜欢的歌好像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青春一点 好了我们进行到下一个环节 下一题 第七题 有什么拍照的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就是穿搭要跟发型体配 服装一定要选好 场景也要选对 因为我是手中能拍照不会特别特别自然的 所以一定要 也是最近才总结出来 可以带着道具 这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放松 然后呢旁边放上自己喜欢听的音乐 摄影师来引导你 应该能拍出好的照片 像如果真的想要氛围感的话 穿着裙子在大自然可以带一束花啊 在天台啊 可以带气球 这可能是我适合的风格吧 嗯 画画可以更好的营造氛围感 自拍的话其实还真不多 可能拍不太好 会会好好练 摆几个pause pause 嗯 我自拍的话 其实就只会摆这个页 所以呢 尽量就不发了 毕业达人 透露一下 接下来工作安排 嗯 接下来可能还会进组一部古装戏 嗯 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角色 嗯 很可爱 嗯 上下的就不给大家多剧透了 嗯 敬请期待吧 还有什么作品即将跟大家见面 嗯 年代戏胡同 李秀兰 是 算是我正式第一次挑战年代戏 我也很期待这个角色 跟大家见面 嗯 古装戏 四九令 哦 胡同是年代戏 对 不是民国的 对 四九令的话 嗯 我实验的这个角色跟我本人性格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前进的性格是比较相似的 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来说挑战还挺大的 嗯 有前中后期三个阶段 嗯 因为我本人还是比较偏 但是挑战除了活泼角色 全身心 全尽是投入 去演一个温柔啊温暖的角色 嗯 也希望看到这个直播的视频人导演 能不能来找我 我会努力前世好这个角色的 嗯 现在 翻两条粉丝留言 来让我来看一看 加油加油 还记得你的舞蹈吗 嗯 记得 那个舞蹈就是 我和白海川跳的春风吹 它的原名其实叫春风吹 那个微博上发直拍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忘初心 嗯 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成长 来一段 来一段 给大家换个脖子得了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新讲舞 嗯 我小的时候 我妈给我抱舞蹈班 因为我不是那种 就是 肢体特别 因为很多女孩她跳舞特别专业嘛 软度软功特别好 然后当时老师就跟我说 我不是那类女孩 就不用那么死气败烈的练了 然后就她说 嗯 就教了我 就是 几段新讲舞的动作 然后能给大家扭一下 就这样 想听你多多唱歌 其实我也挺喜欢听歌 也挺喜欢唱歌的 但是自己可能还是不太专业的 因为没怎么学过声乐 就是自己唱着玩 啊 为啥那么爱吃玉米 因为玉米可以减肥 然后就得说结束语了 因为时间有限 就得跟大家说拜拜了 爱吃榴莲 爱吃榴莲 不能翻了 拜拜了 拜拜了 耶 嗯 拜拜了 大家 我的新同事 晋级挑战通过了 更多精彩内容和福利 记得打开搜狐视频APP 搜索爱的新同事 拜拜 拜拜 大家一定要多去看我们 新剧 记得看这就彩虹的我们 OK 那我们可以结束一波咯 诶 怎么结束 拜拜 拜拜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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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